放油光了 放油光了 那我們就把這個拿出來使用 可以嗎 可以 有點白是不是 沒有人是控油粉餅啊 沒關係 我們就是喜歡挑戰 如果沒好看的 喂 那就是我的問題 來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呢 HOLD 其實就是現在專櫃品牌 很有名的 韓國的 韓國的 很有名喔 沒得以Korea 對 而且它其實最便宜的洗面乳一條 也是要快一千多塊 它是粉餅組 你們可以看一看到 它一打開 哇 金光上香 好適合你喔 對啊 它的包裝非常的漂亮 而且不只只有一個粉餅給你而已喔 它還有口紅 我跟你說 你是今天從菲律賓變阿聯酋嗎 如果你是男生 買給女朋友 女朋友會嚇到 我是男生 我是男生 如果你是女生的話 我跟你們講 你們等一下聽到這個 你們一定會想要買 看到它打開 哇 哇 我可以拿一個新的 新的粉餅嗎 對 它這個呢 講求 就是它的粉質夠細 對 我跟你講 如果粉質太初會怎麼樣 就會卡粉 吃粉 你的眼周上面就會滿滿的小屑屑 嚇到你 防曬係數呢 是有30PA++的 沒錯 所以 它是 除了防曬之外呢 同時到你今天出去的時候 可以因為它讓你臉看起來有氣色 润色效果也做得非常的好 現在是不是熱啦 熱 夏天到了 夏天到了 我們就是會流汗 在乎是服貼度 對 服貼度嘛 服貼度也是非常的好的喔 我們先來試在手上給大家看看 剛好你的臉是很油的狀態 等一下我們再試臉 因為我不確定這顏色跟我現在的顏色會不會很可怕 我畢竟等一下還是要回家 我怕被路人看到我 我怎麼辦 我們剛剛就是有上了化妝稅嘛 所以它保留了一個保濕的一些成分 更光澤嘛 那我們透過這個蜜粉 我們壓下去看看 它馬上 變白了 而且很輕 我跟你講它不是那種屎白喔 它是那種靠近一點點 而且我現在發生一件事情 什麼事 就是如果剛剛用那個化妝水加精華液的時候 結束完妝再上這個粉餅的話 好服貼耶 它是超級服貼之外 它這個粉餅因為是輕薄型的 它看起來不厚重 你會感覺到 它的這個肌膚的光澤度是從由內到外的 有沒有 肌膚感覺看起來變得非常的好 而且我的筋也太漂亮了吧 哈哈哈哈 來齁 我們要再演一次那種 沈浸式補妝 沈浸式補妝 那你要先自己打臉喔 對 要先這樣子 然後打開這個 這個要有聲音 然後打開 等一下沈浸式吧 沈浸式 沈浸式這樣 沈浸式這樣 沈浸式都是這樣 沈浸式補妝 對對對 對對對 最大力一點 然後額頭很重要 沈浸式補妝 超大力 超大力 我們下去給他準備大的面鋪 沈浸式補妝 鼻頭會出油很重要 欸 不誇張 大家看一次我的 兩面的臉 A面 A面跟B面喔 這邊的話 是沒有上的 可以感覺到很油 對不對 看這邊你會感覺 看起來很清爽 有那種 夏天剛出百貨公司的感覺 不假白 不假白 很自然 重點是 我已經上過妝了 我現在是在疊加 他既然沒有打架之外 又可以這麼自然 這麼補貼 而且我覺得他厲害之助 他不跟他是控油 我在這邊看 他感覺是霧霧的 是那種柔化的霧感 而且所以這個我覺得 男生也可以用欸 對 沒錯 因為沒有女 不是只有女生 太好用了是不是 你當然是要去拿約會啊 我當然是好用之先用啊 好用之先用啊 沒有錯 這麼好用的價格喔 我現在比較 我跟你說 1280 但今天直播間 超便宜 打成這樣子 我們就讓這個折扣再給他打 打到990 你們先聊 你們先聊 補一下補一下 990 可以打到990 而且裡面還給你具有 HPF的防曬指數 30% 重點是太順兩支口紅 沒錯 是想怎樣 你們可以看到我現在 臉的肌膚喔 我們從鏡頭裡面看 嗯齁 已經變得沒有像剛剛那個 油那麼 重點是 重點是很好看欸 我當時大嚇到 那這個我等一下可以帶回去嗎 嗯 當然你待會就直接我幫你下單 秀他給我一下 他說本名有分色號嗎 沒有寶寶 黑一點都可以用喔 口紅不掉色嗎 口紅 請我看補妝 我補完了 再補一下 補完啦 這兩個欸 對啊 一個是唇 唇釉一個是唇膏 唇釉很像一個人的名字 來 我們的臉 我們的 他這個顏色是帶有一點 透亮自然的一個口紅 啊 完了 我把它弄掉 因為我用太大力了 那代表他的那個啊 天然的 再疊加唇釉 哇 他們兩個可以做一個remise 對 remise 然後你就可以畫出非常漂亮的口紅 想要好氣勢你看喔 嗯 哦 哇 櫻花小嘴出來了 哦 Japanis櫻花妹 掰掰 大家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要先去買那個粉餅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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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